华为自演5G芯片引发的热度还未退去 国产电动车也传来捷报 欧洲老牌车企纷纷屈服 德国 英国先后表态 只剩法国还在嘴硬 承认自己落后真的很难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在11号这天 欧盟国家媒体针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密集发声 主要是围绕在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三大欧洲老牌国家展开 尽管法国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德国和英国的态度 基本可以代表欧洲汽车产业的态度 首先我们来讲讲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那么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的消息 说法国正在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施压 想要这位主席发声 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倾销调查 我相信所有中国人对反倾销调查 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 中国的光复产业也是曾经 因为反倾销调查而一度濒临崩溃 好在国家西部开发对于光伏能源的需求 救活了中国的光伏 而那次针对中国光伏的反倾销调查 实质上就是欧盟国家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 而这次法国想要发动的反倾销调查 也是同样的目的 但是问题是 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汽车真的不便宜 普遍要比国内贵十几万到几十万元 稍微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会问 这算哪门子的倾销 难道是法国人觉得 这些电动汽车上使用的技术太过先进 我们卖的太便宜了吗 那换一句话说 承认自己落后真的很难吗 而作为老牌的汽车生产国 德国和英国的态度和法国是截然相反的 尤其是德国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法国 直言法国搞反倾销 阻止中国电动车来欧洲市场 是因为法国自己的汽车品牌 在中国的份额非常少 基本上是不怕中国的反制的 但是德国就不一样了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庞大 相关官员更是直言不讳 说德国若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大众汽车将会破产 除了市场 精明的德国人早就看出了 中国整条电动车产业链 基本趋于成熟 德国很多汽车品牌 包括宝马奔驰等等 都已经在中国展开了 针对电动汽车产业的布局 英国人也不傻 在同一天 路透社等英国媒体报道中 英国商务和贸易大臣就说 你不能将中国制造的产品 排除在电池生态系统之外 这也变相承认了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 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而根据业内人士的消息 日本也开始采购 源自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内的 相关产品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就会担心了 这又是德国 又是英国 又是日本的 会不会把咱们的技术给偷走啊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合理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电动汽车和传统汽车 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但是其核心是完全不同的 传统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 它的机械设计是死的 偷过去了就能复制 但是电动车的核心是电池 这背后牵扯到的 可不是一张设计图纸 而是一条中国经营了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巨大产业链 欧洲和日本就是偷过去了 能复制吗 就算是花费精力复制出来了 能像我们一样控制成本吗 如果控制了成本能赶上我们的技术迭代吗 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而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欧洲真正比不上的 也就是这整条的电动汽车产业链 单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 德国和英国的表态 其实实打实的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大节 但是放言整体的汽车市场 德国车企高管一直坚称他们在高端市场拥有不容质疑的领先地位 包括他们针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一系列调整 是可以看得出来 德国嘴上说着落后 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常言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竞争激烈的当下 未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压力 其实并不小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 我们下期聊